梦想成真的可能性 让生活变得有趣 保罗·科尔厚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忘记了 做梦所必须的纯真和想象力 从某个角度来看 我们已经放弃了 我们已经放弃了 不可能的可能性 我们必须问问自己 为什么 我在保护谁 为了这个想法 我付出了什么代价 所需要的只是愿意 再次变得纯真 让我们自己想象 一种更好一点的生活 这种做法是居住在 可能性中的本性 孩子们这样做 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做 请记住 没有想象力 什么都不会发生 一句善言 为内心的孩子 建造了一个家 建造了一个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